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孤九线 好在今天时刻点我们看到是说早上还是试图去挑战10850点 那最后下跌了这60多点的一个震荡 整体的盘时刻局我们会发现到说在10850点 我们昨天前天跟大家上周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压力带来讲 那的确变得是越来越沉重 所以关于整个盘时刻局我们昨天 那以及整体的盘时刻局所勾勒的这个形态的压力带 那都已经跟大家提示到 那事实上昨天也跟大家提醒到这个盘时刻局 比较明显的是巴法跟量价的同步空方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短波反弹高开过程里面 那它还是因为开盘巴法跟这个量价是一个同步空方的格局里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像下在测试过程 那所以要稍微去注意一下我们先说到的这个压力带的一个形态 经由今天的黑客再去做确认的话 那整体的盘时刻局又来到的第一档的这个轨道 微微跌破到支撑的位置点 都不算有效跌破 我认为最有效的这个形态上面有转弱的判断点 就是过去5天之前到倒数3天 这根阳线 这根长红的阳线来说 可以视为一个多方 这个最重要表态的一个位置点 因为大涨182点 理论上非常强 但是经由两天的震荡 居然又被吞掉和分之一 所以整体的盘时格局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今天的控盘巴法跟量价还是偏向空方的格局 所以控盘巴法跟量价是同步空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认为还是要稍微去注意 整体来说 因为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征税的新单 它是在这个6月15号左右 我记得是6月15号啦 公布的 那就是它那个实质生效内容是 在7月6日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在凌晨吧 这晚间的一个时刻点 所以我们 我们等于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周末前的这个风险 因为 在月底 7月24号又有另外一批 160亿美元 所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总共是500亿元 那160亿公示之后 它8月初也会 去进行一个实施的动作 那现在 这个欧盟又扬言要针对美国 去克征 这个3000亿元一个关税 所以 其实市场的一个讯息面 好 那 看起来 比较不利于多头去做一个比较明显抢购 所以 后续我们还去观察 就 等到礼拜一礼拜二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多方时间只剩下 我认为剩下 明天跟后天两个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波的扣底值 从这里 123456789 明天扣底到这里 那后天打底下来之后 时间波 那开始变成 逐步要进行一个扣高 所以你在这里来讲 那 多方的时间段落 不能够去做一个有效的攻击 那今天比较明显的看到的是 13日线 死亡交叉 这个55日线 那这两条均线都还是向下过程里面 那甚至于我认为这根红K如果跌破的话 停损停利好设 你甚至于要做一个 少量的 那 那做一个偏空布局避险的一个动作 那 只不过美元指数 现阶段又看起来一个向上蟹型的形式 还在去进行一个维持 那 这个蟹型波一定要去有效的场合可以去做一个 急杀向下要反转跌破之后 才能确定后续的空放趋势 所以现阶段我认为所看到的状况都是不确定性 那所以 极党指标股也在这里没有办法明显的出量去进行一个表态 那所以 今天的量出反而变成了一个黑K震荡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 控盘巴法跟量价还是同步偏空 我会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现阶段来讲 期望值的一个比率 一台头就是10850的一个压力 好那 以及这个 呃 原先一个下压力轨道 好那上方的一个压力带 好那 再来一个横头的N头跟 好这个 比较明显的是7月股指期货 好太子期货的一个转仓 好那 好所以在这个位置点 都没有站上之前 都没有站上之前 我认为现阶段来说 好那 我们暂时还是维持的一个先观察后视 好然后 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种 好这个 呃 空方形态 在这个 右下方这个位置点 再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多方 好这个确认一个动作 好那 好的现象是现在三天不破底了 好到底能不能攻击 好能不能够延续 好我想 在这里变数还很多状况之下 好不是不看好未来 这个中场线的多方 但是基短波的一个 呃 形式来讲 好这个技术形态都没有转折 呃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先维持一个空手观望态势 提供给所有的投资朋友做参考 那预祝大家在明天的时间点 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